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覺得我空虛 我很寂寞 我夢外很想找一些男人 去填補我的空虛 不斷找他們的愛來愛我 愛到某個地步的時候 我就會發覺不夠的時候 我又會想要 再找另一段新的感情 因為新的總有新鮮感 總有更多的愛在當中 同時那段時間 也有很多異性出現 但是美麗對我很好 但我不會付出一個真感情 打胎的時候 是我自己去的 我當時的男朋友有沒有陪我去 個人是自己沒有了方向 他說什麼我就聽什麼 他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自己已經是沒有了自我 其實我打胎的時候也很相似 我當時很混亂 而且自己覺得 為什麼一次一次就是這樣 晚上睡覺我睡得不好 甚至乎經常都會發我夢 去到21歲那一年 我就經不起那種情緒 自己是沒有地方發洩 所以我就去了廚房 拿起把刀 然後我就在大部份裡 就戒了下去 為什麼這間公司 每一個女孩子 都是這麼開心 為什麼她們的生命 是不一樣 我也很想繼續去認識這個神 有個姊妹就說 不如我帶你回教會 回到教會的時候 我一坐下的時候 我就被那些詩歌觸動了我的感動 我記得第一首詩歌就是 《雲上太陽》 但是當時 我感受到詩歌裡 神就跟我說 總是世人都不明白你 你父母不明白你 不了解你 但是神說 祂了解我 祂愛我 祂願意去接納我的過去 那份的愛令我經歷到神 我沒有一個男生 是可以接受到我的過去 我以前總是有些保留 我覺得傻了 你趕了出來 他都掉頭走 那怎麼會跟你在一起 但是很奇妙 那時候 神要我遇上Apache的時候 祂是不斷地叫我 要講演證 不斷地叫我 將我自己的過去 內心過去的事 要講給他聽 那 祂是沒有介意過 對著祂 我覺得很自然 我很自在 而且我可以跟祂 分開很多我自己的感受 我跟祂拍拖 通常都是教會服侍 還有跟祂出去的時候 我們都是為人們祈禱 跟祂拒絕 我們要拍拖就是這樣 甚至乎現在 連一場戲都沒有看過 但是 我又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神的愛 在我們的當中 原來我以前一直 我當看不到 我是在逃避 我是當沒事發生 但是不代表那種傷害 在我身裏 我覺得我再講的時候 就開始講別人的故事 就不是我自己 因為神和我說 過去的已經是過去 今天一切都是重新的 開始 我已經是頭上 戴著新的冠面 戴著新的衣服 我永遠都沒有… 我看見你 很棒 太明確 太明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